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吃吃该多喝 啥事不往行喝 尊敬的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文贵5月13号报平安的视频 今天看着我打着红领带 泄露我的领带 我也搞错了 我以为今天是母亲节呢 从洗手间出来 打那么红领带干什么呀 搞错就搞错吧 就当成了红鸭黄 火是火 黄是土 火生土 土生万物 这两天关于黄燕女士的黄色故事太多了 咱就红一下 避避邪 今天啊 这个一开始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昨天晚上 这个有很多这个崔友们的各种关切 我先简单回复一下 这个特别是我后面这个背景的问题 因为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 是后面是一个猴 然后后面有这些横线 但是有朋友说文贵啊 你个横线跨着你脖子不好 那就抹掉了 好 我说那赶快就换一个画 换了个猴子画 那个猴子画呢 大家又觉得不好 说这个猴子画不吉利 大家看昨天我画了 然后昨天我又画这个画 有些人说 但不好不好 太乱了 太乱了 就没办法了 我说这个民意啊 有时候这个统一确实很难 所以我让人啊 这个 确实这个你要让我当官我就惨了 因为我最在乎我的民意 人家的意见我都特别尊重 这个有一年我跟我父亲我母亲 我们全家去参白山去休息一星期 在车上我让我娘讲讲我父亲的故事 这个 我母亲啊就说 你爹这个人啊 他没当官是个好事 当官就完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爹胆小 绝不会贪钱也不会害人 他说你爹可能是倒在女人的手里边 我说这对我父亲的漏箭 我想想我娘 你觉得我要当了官 会是什么官呢 我母亲说 你要当了官 估计啊 全国人民最低的级别都是线上 你太爱听人家话 你全国人民都得封成官 而且你当不长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人啊 太重感情 人家一跟你说 你都鼻哩啪啪的 他说那你咋去管去 他说当官的都是心狠手辣 杀人不长眼 瞪眼说瞎话 你这三下都不是啊 哎 我觉得我娘说的有道理 所以说所有崔友 我反应的事我都想做好 但是真的很难 真的不能全部做好 这位崔友的你的关注呢 我尽量的再去试试看怎么满足 我就担心其他网友不同意了 那么更还有其他崔友 昨天呢 就是很多人让我讲这个黄院的事情 太关心黄院的事情了 黄院的事情呢 接着我们未来还会讲很多 特别有些村友呢 这个 从这两天发给我的很多 掌握的黄院的这个 融机率批示 各个地产项目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很惊讶 你比如说这个 原来在搜狐潘石屹手下工作的人 我发来了一堆的文件 因为这些文件 大多数我是有的 但是几个核心的我还真没有 比如说 潘石屹的搜狐这块地 是北京过去是二清局 一清局的 这个地的来源我是知道的 既不是白菜市场 基本是零地价 占地面积是多少呢 十二万八千平方米 那也就是说二百多亩地 那是最好的一块地了 长安街上的融机率 基本是在零点三或五 这个地的密集的话 不会超过一融机率 就是地的面积 乘以建筑面积的比例叫融机率 但是SOHO是多少呢 SOHO12.8万平方米的土地 建筑面积 批了七十万平方米 实际建设七十八万平方米 按照当年他卖的价格 均价六万到八万之间 还有在商业房 它多少钱呢 将近五百亿 它的地价花了多少钱呢 不超过五亿 这哪是暴利啊 这不是暴利啊 这真的是银行天天骗老百姓钱 他还得骗呢 他这都有程序 还有员工费用呢 金黄药和他的这些后谈呢 潘石屹的后谈呢 一折呢 五百亿啊 这五百亿谁输的 这五百亿都是老百姓的钱 这个房价就是这么一次次涨起来的 然后呢 昨天 有个黄烟的好朋友 也是曾经我公司的员工 给我打电话说 他说文贵能不能不再提黄烟了 这事也过去了 再两年他就退了 再牵扯的朋友太多 而且呢 北京地产都这样 你就犯了重怒了 我这不是在唱高调 我不怕惹你这些 被当成小三的这些房地产老板 我也不在乎黄烟所谓的官官相扑 我说我在乎的是老百姓要知道真相 我不是唱高调 我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这位朋友呢 我说我真的做不到 黄烟的事情只是刚刚开始 而且黄烟的这个背后的老板对我各种威胁 那这是未来我都会在镜头面前说的 北京这些年的地产 你去看看去 哪个楼 哪个项目 没有黄烟的影子 过去的15年归毁 就这几个人有权利啊 这些房地产开发商里多少人都是归毁出来的呀 上班的时候穿着衣服 穿着这个最便宜的衣服 叫黄烟 下班的时候穿上爱马仕 三宅医生 伊斯米亚基 险尼尔 斯林 爱马仕包 是吧 跟着这个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同学 那就成了大姐大了 大姐大了 那是女王的范儿 是吧 而且她也去一些场合 她自己很清楚的 马慧她简直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 到马慧去拿着黄烟的照片问问 在马慧长安俱乐部 黄烟去的是什么情况 多么频繁 一瓶帕富士的82年的酒一百五十多万呢 随便一瓶的就要有三公升的五公升的 Roman Dicante酒随便一瓶都是五六十万七八十万 一喝都多少瓶了 那钱又是谁呀 喝的老百姓的血 到北京来北漂着打工的人 你忙不一辈子还不够喝一瓶酒的呢 所以说我绝绝支持反腐 中国要真的是这些年不反腐 这个国家早就完了 早就完了 这是发自内心的 这些人不完全这么惨了 北京地产 我们盘古说这个开盘的时候 这个内部价三万多块钱 或者六万块钱 现在是二十六万块钱 政权开盘价是八千块钱 现在是六万到七万 这房价不仅仅是市场开的 它根本来源是政府的高税 和官场的腐败 这个代价 社会的代价是巨大的 再一个我想说到 有推友说 为什么胡舒立这样的女性 为什么像黄儿这样的女性 都有着各种这种性不检点和性行为 这位推友问的问题很简单 看上去很天真 但实际上只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这个说实在话 权力超过了一切的信要 勾兑权力在一起的年接纪就是性 不管这跟丑俊 老还是年轻 能力强还是能力弱 都没关系 它是一个腐败的官场 陌落的官场 自古以来的就是权力腐败和权力陌落 权力肮脏中间的年和体 自古帝王啊 多淫欲啊 自古帝王 自古太监 过去那太监都没性能力了 还给人搞罪食呢 就是这是人的本性 那么我在这儿 我特别想到傅政华先生 北京查什么天上人间 查这个什么保力俱乐部 那保力俱乐部我可去过 我被北京市的领导给带去保力俱乐部 说到这儿 我带他是2003年 哇 那个俱乐部了不得 那几百个小姐啊 这个我喝了大的酒了 醒来时候已经在香山三天 在一个大房间里边 旁边四五个女儿啊 一丝不挂啊 我傻了 那姑娘漂亮的 简直是不行了 哎呦 这事还好 我老婆不看我节目 看了回来掐死我去 凌晨三四点了啊 我这一醒来 这旁边几个女儿啊 我说这咋个事啊 人说这谁谁把你带来的啊 这位领导现在是叫进政治局了对啊 进政治局了啊 已经在政治局了 只要进常委的可能要 哼 我说你不是这都哪来的啊 都是舞蹈学院的 这个中系的 北京电视学院的 哇塞 那姑娘太漂亮了 其中一个姑娘 现在是大明星之一 然后呢 我就问发生什么事儿 我喝多久就跟他畜生没啥玩意儿 我最大的劝是喝多久 喝多久就是完全断片儿 啥也不知道 结果这旁边的几个哥们儿人家玩麻将呢 那一天晚上都输了几百万呢 在香山三年 我说我得走了啊 我落荒而逃 但我真建设了暴力俱乐部 那么也被现在公安给阻断了 天上人家我也去过 跟外宾那去过 那可了得了 老百姓无法想象 都是学生 漂亮 标准化管理 那那些跟我去的那些外国人傻了 但是每次我旁边也坐俩姑娘跟我聊 我不领 人家不领啊 但我离开的时候 我像天发誓 我都让人家离开了 然后这女孩就以为我是真不行 不是不行 说实在话我害怕 因为我这一生中有个最伟大的一个旅行 八十年 八五年 我去了一趟非洲 坦桑尼亚 乌干达 尼日利亚 刚果 开古城 在乌干达的时候 这个一个朋友 当地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武装司令 带我去看了一个性病治疗所 哇 简直全都是性病的啊 全身都是疙瘩呀 哎呦 我的天呐 那简直没法 那次造成了我 人生上对所有事情很多敏感 所以说是因为我害怕死 怕害怕染病 这是我后来很多不在疾院里跟的原因 但再后来就上升了大伯格成年了 佛教成年 另外到了潘塞尼亚 我去了西伊图的戒毒中心 那真是师父用推土车往外推呀 那吸毒的呀 那那吸毒的后果太常了 吸毒就跟性病有关系 所以说我到这地方应酬那时候 哎 也找你那个孩儿咬 跟家聊天 然后喝辣酒 玩儿�ят蛾 实在是玩儿嗨的我就唱 两首 我这一唱全场立马闭嘴 为啥 基本上 你们能想象多难听这多难听 所以我老婆我女儿子说 爸你打我骂我都行 千萬別唱歌 所以我在卡拉OK 我很熱 我降溫的最好辦法讓大家別光衷 公衷之下就玩亂來 那我就唱兩首 一上大家馬上血壓全部降下來 體溫都降下來就冷靜了 那麼人家都帶人走了 我也帶人走然後回家 根本問題真不是說道德高尚是第一的 也不是自己多乾淨多偉大 千萬別理解 文貴在大封坑裡有用 不沾臭血不沾性血不可能的 只是沾了多少而已 但是這個事兒上 後來真是老天國安排這艘旅行 救了太有性病 一想著鏡頭都害怕 所以對毒對這個黃本人免疫 說到這兒 就說這個葉董貝我再說回來 就是這個黃燕女士 就推有關心的事情 說她這為什麼都這樣呢 因為北京後來有了亞電 廣州有亞電 上海有亞電 大家只關心查天上人家保利俱樂部了 我請你們好好想想 中國查過亞電嗎 大家都不是傻子可以查一查 就在我們盤古的西邊 就有了北京第二大亞電 我去看過 那裏的帥哥 那裏的美男多了句了 那上海廣州我也去看過 而且我有一個小老弟 在日本回來 在廣州就開著店的 還讓我投資呢 我說我看了看 我說我絕不投這資 這事不能幹 所以這些女性在被別人玩弄 為啥別人玩弄 她不能玩弄別人呢 她是心理變態 她也需要生理的慰藉 她也需要平衡 這個人家說胡舒立女士啊 很多人不了解 胡舒立女士一開始挺有理想的 據說跟她老公結婚時候說 為了搞新聞媒體事業啊 先結紮後結婚 為什麽 這是誰給我說的呢 鳳凰衛視兩個人物 一個劉長樂先生我朋友 還有一個王紀妍 是中國廣大的這個這個 廣院的一個副院長 這是我好哥們 王紀妍跟胡舒立很熟跟她老公 告訴我的 這是事實 但是你結紮了不等於 沒這方面要求 恰恰相反 後來她後悔了 她開始玩李友這樣 她也被李友玩 她跟很多人這樣亂來 黃燕也是一樣的 她是一種生理上的一種變態 不平衡 還有一個 那些官員呢 她也出不去都盯著她 她也是那種說白了 是積不折實 導致的這種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 就生成這種變態的社會 這種毛屎坑的文化 這種大家都別乾淨 而且所有官場 無論男女都相信一條 只有共同有過嫖 共同扛過槍 共同收過錢 共同喝過酒 才可信 特別女同志 就直接現身 以身說法 以身表忠 基本上跟醜眷老少 沒關係 這個是錯誤的理解 關於黃燕女士呢 我在等著她來告我 我在等著她告我 而且呢 我也希望能跟黃燕有一次 很好的對話 而且呢 我想每個地產項目 都進行一次 跟她的梳理 所以我強烈的呼籲 昨天也跟北京的有個官員說了 我強烈的呼籲 對北京過去的地產項目 先從盤補和政權開始 梳理這些地產當中的違法犯罪現象 還有這種 這個超容積率現象 誰批的 還有這個地來源 我認為這是真正的反腐 北京上海北上廣深 如果說反腐 不查房地產這個容積率 不查房地產貸款 這個不查銀行貸款 不查銀行貸款去向的利息 和貸款的增加 根本不可能叫辦法 因為老百姓這些年 這個十幾億人民 辛辛苦苦創造GDP 這是人民創造的 不是政府造的 政府人都在辦公室呢 都睡午覺呢 哪給你搞GDP去啊 你是管理人員 是人民創造的財富 最後都是幹嘛 用股市、銀行、房地產 你洗走了 現在老百姓是幹啥 老百姓吃不及飯 上不及學 看不起病 更養不起老 那要不把這個事整明白 那查什麼腐敗啊 那都把自己人 都變成中紀委的幹部 政法委的幹部 只要你敢說話 就把你嘴給你捂上 只要你當官的你敢背叛 你不給我 以我為武 以我動共灘 我就被你抓起來 我手裡有一把紀委的槍 我有一個攻堅法的槍 想滅你誰滅你誰 老百姓能有說話嗎 政治的黨員 九千萬黨員裡邊 大部分好黨員敢說話嗎 他不敢說話呀 所以我強烈的建議 我強烈的建議 我未來我會一再的呼籲 甚至我現在的推友們 我們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在各個城市成立委員會 要求政府公事 過去十年來開發商拿地的情況 和貸款的情況 和容積率的變化 這個對房地產房價是有個巨大的幫助 特別這些銀行啊 我本來今天要講誰 講董文彪 我和董文彪這個不認識 就像李友說 這時候我二十幾年胡說八道 二十幾年前 就是一九八幾年 九十年代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配給我認識 我才不認識 我都是跟外國人打交道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 藝術家 董文彪當時在河南當時 後來他娶了人民銀行 人家這個學院的教長的女兒 後來進了民生 原來海通民生 後來老董 從民生中發了大財 董文彪的事情我知道太多了 這兩天他們告訴我說 董文彪又被邊控了 去年被邊控我回去了 他又被邊控了 因為這個蕭建華把他給報出來 蕭建華和他的事情 我知道的太多了 董文彪先生的民生俱樂部 在西郊的一個高爾夫俱樂部 那是一個那是現代版的紅樓 中央的現在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員 多人常去那裡 在那裡那就是殺鹿肉 聽 那哥哥演員了 那就別提了 演員 那都太多演員去了 這個我在那有一次吃飯 喝了就世界上最好的酒 其中一個中央臺的領導 還有一個帶著幾個主持人 還有一個明星 大明星 大大天使熟悉翔的來了 哎呀這位主持人一進來 哎呀我不喝酒不喝酒 人家一拿著這茅台 五十年茅台 這哥們馬上 哎哎哎哎 茅台這得喝 然後呢倒上去 這個我先啊各位啊 郭先生第一次給你認識啊 我先自發三杯啪啪三杯 然後到我那兒郭先生啊 我再敬你三杯啊 但是我敬你喝了六杯 老董看不慣了 老董說你他媽的 這五十年的茅台 八十年不是五十年 你先給自己弄六杯 我這多少錢錢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領導的 雲丁銀行 現在的副行長啊 這個一看這個 老董拿著呢 是能超級 拉費 拿過點時候 哎呀我敬你媽的 先敬一下 我先敬為敬 先喝為敬 老董不高興了 老董很小氣了 說這個你這一喝喝我好幾千啊 所以說走文彪的事我比較了解 那民生的腐敗 民生騙取老百姓的錢 民生要把真線給搓漏了 民生零 資產是零 那就別提了 那個董文彪是經常給人家 就過去拉出那塊 手裡的名字一百萬美元 找財政部 存一下錢 一百萬美元交給對方 這是財政部現任副部長 告訴我的 我可以說說他名字都 他可以來過這一次 所以民生太腐敗了 這個董文彪還搞了一個什麼 豬民頭 都是騙的爆發部呢 絕對是騙子 災難階級 中央的領導的夫人 政治局常委裡的夫人 在民生裡的政治利益 還有那種騙錢 你比如說搞了一個董文彪 叫做古畫 自畫拍賣 自畫出場 一個我的朋友 五十萬買了一副所謂的歐洲的畫 評估五十個億 後來 因為這個事 董文彪被北京海關查 結果幫我董文彪 我以為董文彪多厲害呢 找了所有他中央領導的 幫他擺平 沒人擺平 找了我了 最後我幫他擺平 我找了北京海關的這個哥們 結果到我家去喝酒去 董文彪嚇著發抖 連門都乾淨 我進去以後 這個當時有 還有這個張岳書記在河北的 還有這個北京的海關的 副官長 還有其他幾個大領導 其中這個兩個大領導 現在已經中央領導了 這個我把董文彪還有他副行長 叫什麼 東北老鄉給拉進去 拉進去以後 人家在出場 就逼著董文彪 先喝三杯 白酒 那碗呢 那三碗呢 董文彪挨著喝 哎呀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說你這樣把董文彪喝死了嗎 這不是啊 後來我就不讓他喝了 我看著這個北京海關的官長 讓董文彪喝酒 董文彪那個可憐樣 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可悲樣 喝著發抖啊 後來我一位老嫂子也看不下去了 說這樣就不讓人喝死了嗎 這就是我看到的民營 董文彪真是可憐啊 我從那天我看到的 真是豬狗不如啊 然後這個海關的官長說 董文彪 你弄置畫片貸款 還偷稅偷稅 往外洗錢 信不信現在我給你抓下來 現在就給你抓下來 董文彪說信信信 那先喝三杯三碗 這是在一個中央領導 多個領導 張岳書記也在 馬天副部長也在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董文彪當年是民生最牛的時候 也就這待遇 嚇得跟狗一樣啊 最後喝趴下了 我背著董文彪昏迷病 送到他西山的家 我送他家 我第一次去董文彪的家 我再看董文彪家 住了個小別野兒啊 別墅叫別野兒嘛 結果這個小別野兒 還有電梯 我背著董文彪 我第一次嫁上他老婆 結果進去了電梯 把我砍住了 差點燻就憋子裡邊 最後把董文彪那個電梯給撬開 送到二樓的臥水 土豪的家庭沒啥行為 挺可憐的 跟那些官員差遠了 董文彪說 我看到可悲的人 但是絕對可悲可憐 但絕對是可憐之美可憐之處 董文彪答應我貸款 答應我五次 又收我的酒 又收我的禮儀 從來沒給我辦事 董文彪只給兩種人辦事 只給中央的官員 一般人看不起 所以他把中央的官員老子全弄的 還有 就是給他大錢的人 我不給他錢呢 這不夠辦事 他騙得我很慘 我哥在二十年前 就讓他求貸款 還給他買個西裝 也沒貸款 所以說這個民營企業家找貸款 那簡直太黑暗了 我本來今天要常說董文彪 說說民生 我再說民生就得關門了 我今天不說 我還接著回來說 但繞回來 我現在越來越像明鏡的何婷先生 越來越像趙岩先生 哎呀 我要學校夏業良先生 只要我發現夏業良先生這個說話 基本不讓別人說話 自己都全說了 我這個 我得向他學習學習 這對外 看了夏業良先生和郭寶勝的主持節目 最後亞洲 這位劉平主持人非常好 劉平主持人非常非常好 結果 結果我看 每次這個寶勝先生說話 都被夏業良先生截回去 表達能力 這個還是夏業良先生比較好 我昨天看了這個何平先生的點點評事 這何平先生 是我先見過海外媒體 能鬧明白北京官場的事人 是唯一的一個 真的是 這是個神人 我太佩服了 他一張嘴我就知道他說啥意思 很多人看不懂 我太懂了 這個人你們說的是大信心 而且我現在 絕對相信 何平先生在北京有派別 這人有背景 我得小心明鏡 明鏡絕對有內部消息 否則 他不可能知道這些消息 我知道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 何平先生你可別裝 我可絕對知道 反過來 要不咱今天回到主題 這個 這個 推友的關心的事兒說完 這個董文財道事兒 讓未來再說 然後今天 對 還有說一個事 昨天這個甘肅 有個人我打電話 我的老朋友 河南去 說不要再讓我 繼續說 這個 楊改蘭的事情 這個時候 楊改蘭的事情影響特別大 而且讓我看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 是2013年 9月份寫出來的 這個文章寫的目的就是說 這個人叫九子一個筆名 這個人 簡直我說這個人就該死了 她寫的文章說 這位楊改蘭 家裡四個孩子 她和四個孩子自殺 然後呢 她老公回來以後 這個 把他們要疫期後 也要死亡 原因很簡單 就這位楊改蘭女士 她是由這個 樓宇族的這種通病 抑鬱症 她的觀點 你看有多奇怪 有多卑鄙啊 說那那麼多窮人 她咋都不自殺呀 她都不自殺了 還這觀點 這位官員 我打電話 竟然說這個 我說你知道不知道 我說 我明天是母親節 我本來好好說說楊改蘭的事情 為什麼這不自殺 我還想問問你呢 那西方那麼多窮人 咋沒有楊改蘭事件呢 連非洲那麼落後的國家 他咋沒楊改蘭事件呢 非洲那麼窮 我經常去非洲 我再那麼多投資 人家還有歡樂還有自由呢 這楊改蘭為啥自殺 怎麼成了抑鬱症呢 她窮她該自殺 三百塊錢地保為啥拿走 誰能拿走的 竟然找出來 國家的喉舌們宣傳 央改蘭事有抑鬱症 還說為什麼別人不得 她自殺 按這觀點 那官團都不應該自殺呀 官員都不窮嘛 那那麼多跳樓在幹嘛呢 你還是體制的問題嘛 你還是制度的問題 在大坑裡邊 熏著熏著熏不下去了 就死了嘛 這老百姓也被你弄大坑的問題了 他熏不下去了 三百塊錢地保你拿走 他怎麼活呀 而且我了解了 其中一個孩子 當時要買一個書包 給他媽鬧了好幾天 這孩子不知道從哪聽說 這個無良電視劇上 老學會 這用自殺威脅母親 說這個孩子老用自殺威脅母親 結果他媽說我自殺給你看 竟然在這位官員賀難落降 啊賀難落降 我肥唱我高興 這個 其實說這個 你說這是人嗎 這個 你當官兒當你一個戶了吧 這樣的事情都不能讓你動心 這樣的母親都不能讓你動心 哎呀 這說到這兒 這跟剛才這黃燕的話題 跟東京郊這玩大錢差距太大 太毛笨 這就是我的社會 毛笨太深 現在返回來 咱們繼續說 北大 你說我現在真有點像網友把我給推的 推就說 我有點說山東情書的什麼的 擋一個狼擋一個狼的 老學說 我有點這風格了 我現在越來越帶進去了 咱還是回北大吧 今天大家注意娛樂性比較強 回北大 哎呀誰說北大又沉重了 說說珠山路吧 啊 啊 珠山路 李友 是我見過的 就是比文貴話還多 坐在這兒基本沒跟人說話機會的 其中兩個人 只要珠山路一開口 這一桌子 這基本沒跟人說話 你搶都搶都搶都搶 你就覺得耳朵 就是基本跳 從頭到七八個小時 如果幾杯酒下入 那現在都可以提到 走走走走走 一直一直一直 李友是一講 從佛祖 菩薩 毛澤東 劉少奇 北大 就胡看 最後他就一把 這些人全是騙子 全是騙子 人類最高的宗教就是騙子學 就是騙子 那珠山路 我跟他認識啊 很有意思 就我李友推薦我跟他認識以後 這就是這些商人和官人的文化 李友善告這樣 他也被別人搞了 什麼呢 馬上被他 朱山路的薩爾 他說 哎文貴 咱倆單獨聯繫啊 不要給李友說 咱倆單聯繫 不要給李友說 王哥也這樣 咱們單聯繫啊 不要給李友說 這就是咱們官場 這些 什麼扯袖子 搖耳朵 扯漏文化 我借袋子啊 啥叫扯袖子 就背叛 互相說壞話 這就是 我說共產主義 烏托邦 騙子 謊言 都這樣 北大這樣 結果好 我跟朱山路 單獨見面了 見面以後 到我們四個月上來 開始喝酒 一坐那兒 還沒喝酒之前 先說 我剛剛去中南海了 我不能說名字啊 說名字 就犯大事兒 最高領導 他歸你 到我這兒北大來學習 然後呢 想那個副院長 我給他說 王哥也不同意 副院長 等一段時間 不行 先從基本開始 他我怎麼可以說 那個院長嗎 那個院長可不行的 你說一坐在那兒 就把最高領導的家人私事給我講 然後怎麼請他吃飯 怎麼講東西 後來我坐著喝酒 一看我這好酒 八十年茅台 一看我這菜也好 四個月 一開始背著手 給我講講南京的經歷 然後開始 我們這一瓶茅台下肚 朱山路同志 開開 這口就輪不上我手 說我只能 像主持人那樣 偶爾提問一兩句 其中一個讓我提問 我認識了 這是大家要注意啊 我認識朱山路和王哥 都是從他兩個 各兩計劃開始的 第一計劃 我說朱書記 你跟我說說 六四當中北大和北大的學生 拜了什麼作用 我真的擠進這個了 他一愣了 看過我 他用了一個大家都無法相信的詞 所有北大六四三級學生 都是傻 那個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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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中共的一個中央委員 北大當委書記 我說實在話 我郭文貴要二十年前 那我覺得一腳就把小的踹樓裡 你也有了 對不起啊 朱山路書記 對不起啊 情緒情緒情緒 但是我還要認出 深呼吸 深呼吸 當時我閃了就 碰碰碰一字跳 這是他的優勢 昨天晚上有個朱山路的小情人 也是北大的學生 昨天打電話 給我替他說請不要替朱山路說 然後這個女同志也幫過我忙 說到最後的時候 我全身又起雞皮疙瘩 痴瘡又掉了一滴 最後說了說了 郭先生你不要這樣子嗎 哎呀 我說哎呀 我說咱不能刷嗲 你這一點點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我今天還得說 朱山路 你這個說情我不能解釋 你再嗲我也不 郭文貴現在 現在孤家一人很寂寞 但是這個嗲不能讓文貴實體研究 不是不能這樣子嗎 我真得這樣子 朱山路說那句話 我就知道這個人 完全不是一個知識人 完全不是 而且是這樣的評價六思 他怎麼看得出來 第二句話 他讓這個人一下子就完了 因為他跟我講述 他年輕時在東北的戀愛 當時有個人 對不起 我要談到名字了 劉少奇主席的女兒 劉元的其中一個姐姐 劉元先生 他們要談戀愛 談了很久 最後要選的是進北京啊 還是說這個不給他戀愛 他決定來北京 考上了大學 放棄了戀愛 後來我問他 我到現在為止 你後果會 你覺得是選擇 來北京 好還是 當時選擇一個自己的愛 偉大的愛好 他說 讓我現在選擇 我還選擇是 你說這個人啊 你說這個人啊 一個這麼對感情 對愛情不尊重的人 對學生這種偉大的 這種人類的最重要的 這種積極動力 人類是人性之火 人類之希望 年輕人的生命 這種激情責任 社會的脊梁 當成傻叉的人 把愛情視為憤怒和交易的人 當北大黨委書記 能好嗎 能好嗎 後來 我跟他聊天 知道了 這個人是領導送的 那個人是領導送的 包括他外省的省委書記 省長找他送學生 什麼當地的 什麼優秀學生 都是這領導的情人 他的回答都是 喝完句話就說 北大是誰的北大 是黨的北大 中央的北大 你們生來的孩子 那都是 那是黨的孩子 咱優先培育黨的孩子嗎 先服務人民 那黨是人民 首先是黨來自人民 先服務黨 我說這些領導送的 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嗎 他說還真都是 我說咱沒見過哪個領導 把男孩子送給黨 北大從土以來的女性 多於男性 所以對珠山路這個人的看法 你看到昨天還有女情 給他說情呢 還給我郭先生還耍點啊 不要這樣啊 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就是 後來就談到了李友的合作呀 他這個人還不像王安哥先跟李友 他是對李友的防止手 他詳細我講述了李友的企業到來 王學和北大和教育部和證監會和銀行 這個他說的是很準確的 這些人怎麼怎麼跟他的關係 怎麼怎麼弄得錢 這個北大方正怎麼回事 方正集團總 這十幾個金融牌照 是北大方正最值錢的 這十幾個金融牌照 背後是哪些政治局和常委人員 他看得很清楚 他過去的官員 是搞官倒偷雞倒法 倒車皮 後來是倒地 現在的領導大官都倒金融牌照 搞貸款 他說方正集團就拜這個作用 而且我第一次 我也是在這兒第一次說出來 就是北大當時我的內 所有給我暴露內部人 第一駐山路 第二是當時的方正集團的董事長 代理方正集團的董事長 雷先生 雷洋叫雷什麼的 不是雷洋 不是死的雷洋 叫雷什麼晃了 朱山路我想這些內幕 說實在話我是害怕的 但是還是郭文貴貪婪 貪欄貪心貪便宜 最後還是盡了這個摩圈 代價就是如此 後來朱山路書記 跟我講述了王恩哥校長 剛剛在當上副校長 是常委校長的時候 跟李永集團 並沒有任何的利益 後來 他從南京調到了北京大學 他倆同時來 書記和校長的時候 他說他掌握了 王恩哥校長 被李永用女色給拿下了 還有 李永讓他 王恩哥校長的家人 成了方正股東 還買了方正的股票 是朱山路書記說的 我說朱書記 這是何法 他說 是我們北大藝最大的股票 他說北大藝的名字 他說我們就是 只要李永讓他考校 他說我們校裡邊就出面 給當地的省委書記省長 當時說請都給面子 所以李永在全國開發了幾個 上萬元的利益 現在還有上萬元的土地資源 各種項目 然後他還說 李永的方正科技裡邊 是跟國家安全部 還有中辦合作的 咱們中辦的所有打的文件 實際上很多密碼組成的 那麼中國的核心秘密是什麼呢 任何國家 咱們國家的就是 上網使用的文字的 叫數據員 原代碼 咱們發射導彈還是什麼 都是考慮原代碼 說控制了原代碼 你知道在全世界那邊 任何地方 只要使用互聯網 只要你點一個字 實際上國內都可以控制 因為這個是北大方正 王選先生做的電子排版 和把中國文字電子化 否則就變成西方大國 這是個很大的貢獻 但是同樣他也成了 現在掌握所有全世界 使用語文 原代碼的文字代碼的 所有的情報 這是來自於方正科技 珠山路先生跟我說 所以說他們跟安全部情報部 和中辦的巨大的合作 珠山路先生本身把這話告訴我 這就是違規 更重要的事情 方正科技掌握著這個技術 就成了理由重大的一個手段 為什麼呢 上海期貨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 所使用的原代碼 開發的軟件系統 全來自於方正科技 所以他說 方正科技 可以控制中國 所有的核心信息 包括篡改 各種政治交易 大家聽著驚訝嗎 任何一個人 你們看到的這些東西 都可能不是真的 誰能幹 李友就可以改 李友就可以改 而且李友就經常改 這就為什麼李友 能玩幾千億的金融票局 啥叫金融票局 是銀行開了個信封 信封說給這個人貸款做擔保 短期內的 然後別的銀行 就願意接受這個擔保 然後支付一定的利息 就可以給你現金 這是中國最大的影子銀行的債騙手段之一 中國要敢清理這些所謂的金融票局 中國金融機構絕大多數都在倒下 這些金融票就短期套現 彌補了十個瓶子三個還是五個兒的 這麼一個中國金融騙局 所有的金融 像李友在玩上市公司的 就把這個上市公司的做好的 靠的就是造假 還有玩金融 現金融和金融票局 還有像肖建華先生的影子銀行 這就是其中的核心啊 朱山中的書記明清啊 王哥叫啥 門清啊 門清啊 但是他們不會去支持 還要幫助他們站臺 還要幫助他們去說話 當時李友非常感興趣的 到時候跟我合作的條件 要收購聖金銀行 遼寧聖金銀行 是東北最大的銀銀行 當時他一個女性的姓張的 張董事長 叫張什麼寬呢 這個女的 他當時我們方正已經是他百分十的股東了 那麼李友就想做大股東 這個時候跟幾個常委教練 我就不說幾個常委家族教練 後來我一聽說我立馬閃了 咱不掺和這事兒了 這還了得了咱玩不起 但是北大珠山路王恩哥校長 拼命往裡轉 因為李友一貫的招許諾給李懿 朱山路的兒子和王恩哥的兒子 都被許諾給一定的股份 都往他好 後來知道李友出事兒 當然沒弄成 現在的聖金銀行是誰的呢 海南航空的 海南航空拿到了聖金銀行 現在有多少錢呢 八百億的貸款 聖金銀行資產不過是八千億 就是存款八千億 實際有效可控存款 也就是三千多億四千億 別搞錯了 他做的資本金才上百億 我最近沒看啊 在香港上市了 那全都是假的 所有票裡都假的 絕對都是假的 我太了解這聖金銀行了 那就是整個一個巨大的詐騙銀行 現在被海航拿走了 弄走八百個億 這個錢不還 聖金銀行的東北老百姓的八千個億 一毛不止 遼寧瀋陽這個地方 這個聖金銀行 是各路紀委書記 公檢法公安廳長 倒霉核心人物 就是這位女士 就張什麼寬 我忘了 張什麼寬 叫韓國查一下 聖金銀行的行長 所以說呢 這個姓春海行 原來理由想弄 珠山路呢 就爭取我意見 他兒子能不能買點股 能不能要這個股份 所以大家說北大 我都現在不 今天我要說 說珠山路的各種事 我得說六個小時 我就擔心那個 嫌我長的退休 又不高興了 就說這三件事兒 你說北大 這個珠山路 這個當委書記 這個校長有救嗎 我和李友發生事情之前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都和北大的副校長 這個 還有北大主管經濟的副校長 被朱山路 王閣校長派遣 朱山路先生 在香港澳門經濟 我說我不想給你們開戰 我只想把我的錢拿回來 或者你兌現你們的承諾 他們說北大就是中央 北京大學在中國的 在中國的勢力 和這個學生 吳文貴你惹不起 張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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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用著這種北大的 這種政府的控制資源的傲慢 和他李友之間的關係 他代表著北大和中央 開始和我作對 大家去看一看 當時我一再說的事情 我不反北大 不想和北大開戰 一直到今天之前 我都是這樣 我不予北大開戰 因為北大是百年老孝 他屬於全國人民的 不屬於某個人的 但是 朱山路和黃恩戈先生 打著北大的名譽和謊過 利用李友的平臺吸引錢 性交易 黑香蕉作業 恐嚇別人 達到自己的因斯目的 我現在要說真相 然後 我跟他談到這些學生的來源 他也建議我 他說你們這塊多找一些北大女孩子 我給你弄幾十個過來 朱山路也提 我發現這是這麼一個武器 然後我講了多少領導 現在我不願意說名字 這我知道現在這些人在中南海辦公 還有在各部委辦公 他們的孩子送到北大去 誰誰誰是他官員 我說太多了 太多了 朱山路書記如果對我說有意義 咱可以放放那天錄音 九個小時的錄音 很抱歉我那天跟你說話錄音了 這個我承認 而這個錄音有一部分我也交給了毛領導 中紀給他保領導 最後也是尿文音信 尿文音信 這個我特別提議啊 咱們的崔友們 應該組織一個力量 我也向中紀委呼籲 現在不是在北大專案中嗎 查查過去十年來 北大的招生的所有大案 誰是真正是特招來的 特招人的背景到底是什麼 這些人都去那了 特別是那些女性 特別是那些女性 我覺得對過去十年來 差0.1分0.2分沒進北大的這些學生們 改變了一生的學生們 對他們的家長是個公平的交代 如果今年咱這五年不說反腐 不說大老虎小蒼蠅一起抓一起拍 咱不需要 現在既然大老虎蒼蠅一起抓 不管涉及到誰上不封頂嘛 應該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誰拿走了我們窮人和草生孩子們的 一生用一家人的生命培養的一個學生 因為0.1分而失去的未來 失去的公平 而讓這些賠老領導稅賠領導稅的所謂特招生 還有什麼官二代 富二代 進了北大的 應該給這些 過去十年來 差0.1分的千千萬萬的孩子一個公平的交代 說到這兒這村友們成天說 文貴上文貴上 我給你們拿子彈 我給你拿子彈 我很傷心 你們為啥不拿子彈 為什麼你們過去這年 這麼多人 含辛辱苦 賣命 讓孩子上學 把孩子都快變成了學習工具了 叫學奴啊 犧牲了一輩子 差0.1分就把你給擠掉了 這樣不能爭取和公平嗎 文貴沒這個本事啊 你給文貴的子彈 我得累死啊 為啥老百姓不去呢 不去爭取呢 應該給中央寫信 應該站在街上呼籲 對過去十年北大 北大方正集團的錢去哪兒了 都有這個資源 金融派怎麼來的 和李友余力 衛心 這些關係 還有什麼李友的外人女婿 說什麼什麼什麼 那多了去了 還有跟朱珊珠啥關係 王仁歌啥關係 還有政治局員常委啥關係 北大到底有多少女學生 送到了北大方正集團 有多少女學生送到了領導 這些特招生怎麼來的 為啥大家只讓文貴上 每個人說 文貴我跟你們弟子彈上上 然後想要就在電腦台看文貴在那說話 哎呀這個我這說的這真的挺難受的 咱們要行動啊 一個行動 勝過千言萬語 勝過你懂萬萬件事 大家只要呼籲別人行動 自己為啥不行 為啥不行 像夏業良先生這麼偉大個人物 這麼有智慧 在北大被騙得那麼慘 氣氛那麼慘 他從99年他就被盯燒了 人家就想折幾百再給弄死 朱珊珠過來談夏業良先生的時候 那簡直是把夏業良說 夏業良先生玩弄女學生 欺騙女學生 然後這個多麼小氣 多貪財 穿空美國 然後呢建議這個領導 要叫夏業良先生閉嘴甚至消失 甚至找理由他抓起來 這是朱珊珠書記 你要聽到這話 我希望你站出來說是還是不是 是我跟你說的 還有王恩哥 你倆發給我的文件 你倆是記得嗎 要在媒體上怎麼說 包括給領導寫信這些事情 是我 我不認識夏天強 我說你們沒必要 把他給弄死消失 而且這個人是有影響力的 我說你們不行 我幫你協調美國大使館 讓他去美國就完了 我從來不知道那誰是夏業良先生 因為他有幾次在我這兒 談夏業良是跟安全部的馬天副部長談 還有公安部的領導談 還有一個公安部的一個現在很牛叉的人 很牛叉的人 副部長一起談 這都是 他人來消失啊 所以有一次我第一次 我看到夏業良先生推特的時候 他說我壞話 我還說夏業良先生 我知道妳的事兒 哪天我跟妳聊了 我幫過妳 現在我說一部分吧 我不說多 所以我孩子在會 夏業良先生 為什麼就 對我要建議 夏業良先生 別再提妳北大副教授這個支持 我真不喜歡 北大副教授這個事情 都是妳的災難 不值得欽擾 而且教授啊 什麼這個名義之聲 不要拿出來說 夏先生 夏業良先生 您就是偉大的 不要這麼說 我說您應該成立一個集體 成立一個組織 讓北大對過去 十年來的資產 和十年來的這個收入 和對北大方正集團 站台產生的財富 和因為北大方正集團 騙的這麼多幾千億的老百姓的錢 去除 還有北大方正上市的原因 還有現在的真正的政治局 和官方的股東成立 又給一個公布 第二個我叫夏業良先生 我願意為妳這個成立第二個組織 提供一切資料 就是呼籲北大把過去十年 所有招的學生要公布 分數公布 去向公布 然後對過去的招生當中 各地考北大只差0.1分和0.5分之間 因為這人都是有希望的 因為把5分之內的孩子全部給幹掉了 這是朱山樹原話說 我們每年這個特招生的結果 也就關係生 基本上就把 百分就差5分的學生 基本上都給拿掉了 王安哥的書記 妳也是知道這個事兒了 如果妳們要不提供 我可提供了 我們幫助的幾個上北大的人 我也願意提了幾個名字 這幾個人現在都是領導 我今天強烈呼籲夏業良先生 成立這兩個組織 我相信您的推友 我的推友 全國人民都認為最適合做這個事情的 最有之合做這個事情的 那就是山下靈 妳要是真的對北大有感情 妳真的是要想通過某個事件 來改變我們國家現在的這種 腐敗和社會的體制 那這是最具有實際行動的 這不是假大工的 不是高大上的 這不是平爾上學的 這是實實在在能做成的事兒 這件事情 將遠遠大於八九六四 因為它會給中國的年輕人 孩子們 正在讀書的孩子們 一個未來 一個公平 要不今年招生 又要把各大院校 各大院校 變成了這些官二奶 官二代 富二奶 富二代 富二代 還有小三們 他們掠奪我們這些草坑求人孩子 上學的機會了 夏燕梁先生 如果妳要做這件事情 千秋萬代啊 文貴 我願意就是給妳三顆九百每天 去做這件事情 文貴沒文化 水平不夠 我也不懂這裡邊的細節 但我願意提供一切的經濟 和可能的支持 跟妳站在一起 當妳的秘書給妳開車我都願意 我希望 劉剛先生 這北大出來的 能和夏燕梁先生 站在一起 一起為北大服務 讓阻止今年開始啊 不再讓腐敗 不再讓這個黑教育 不再讓這種性交易 性交易 侵蝕北大 還北大這個北京大學這個招牌 不要再讓北京大學這個招牌上 留著這麼多 這個窮人孩子們的血 然後讓這麼多妓女的這種 月經的血 污染北京這種這種大牌子 北京大學的牌子 蓋蓋好好寫一寫 而且對北京大學 再以北大方正集團 多家上市公司 繼續欺騙股民 繼續騙這些股民 和過去騙的股民 必須得有個停止和交代 郭文貴是23%的股東 我願意給你們這麼做 我願意把這23%的所有的股份 捐給國家 一毛不要 我敢說這個 北大要吐出來 帶持李友這30%的股權 和帶持的這個政治局委員 償回股東的錢 應該把方正集團的資產 全部打包公開拍賣 還給所有的股民們 騙了這些股民的錢 李友呢在東莞的那個酒店 那叫什麼酒店 李友東莞我查 那叫什麼牙酒店 那裡邊藏的幾十億的股 那些幾十億的現金 這個上海的這個幾十億的這個資產 還有打到新加坡的那個賬號裡邊的 那幾十億美元 臺灣的錢應該還給這股民 既然中紀委 紀委加公安權力不大過天嗎 現在巡視在各大院校在北大嗎 如果這個巡視主不把這個事兒有個交代 我也建議咱們推友們上街 他到底是巡視去了 還是以巡視掩蓋腐敗去了 如果我們對黃燕女士過去批過的項目 能讓大家呼籲出來 這個找出真相 給巡視的大家給公平的真相 那就真反腐了 北京房價一定會降百分二十三十 潘石屹為什麼拿著百分之五的容積率 給大家一個交代 一個字不差的公式 他的錢去哪兒了 我對面這個樓啊 記憶大樓 百分之五的錢就是潘石屹先生 錢怎麼會來的 哪來的錢 然後對北大的方正集團 這事兒有個交代 對北大的學生有個交代 這是我們的孩子的千九萬代啊 我兒子女兒 我的兒子這個郭強 十三歲到了英國讀書 我女兒是十幾歲到了那個美國女哥讀書 都在國外長大的 上完書回國內 當時我是有能力 也跟他們腐敗把孩子送到北大 為啥沒啥 叫他們那個警衛都離開了 天亮了 拿這個槍在那兒站在幹嘛 這孩子為啥不去北大 不去清華呀 因為我知道太黑暗了 太黑暗了 我們孩子學習成績也名不好 再一個上了那個學 那就中了毒了 那就是烏托邦啊 烏托邦啊 烏托邦啊 那這真的是騙子主義了 從這個英國開始 這個有了烏托邦這個詞 到現在 我都認為咱們這個北大教育都是烏托邦 都是烏托邦 雖然沒去 但是我們國內的多少草根孩子 要去北大去清華 但這事兒應該給老百姓交代 否則這事情還要下去 這個烏托十月革命比如說了嗎 這個真正的力量來自於人民 那我們就用十月革命的力量 十月革命的力量 來繼續來自於人民 求北京地產規劃的真相 求北大資產資金的真相 不要這人繼續騙這些 打著北大的民意騙這些老百姓 然後再要北大對學生招生的過去 應該有一個交代 應該有一個交代 所以呢 就像約翁海啊 約翁海光回北大送了十幾個學生 就最近這兩年 那這十幾個東西去哪兒上 怎麼來的呀 我覺得應該可以設為一個交代 所以今天啊 我主題談北大 看一下聲音的事兒 這個又開始噩了 所以說 我今天主要談北大 所以說我要對年輕人有很多想法 很多建議 其中一條我要告訴孩子們 千萬千萬的你要知道你是誰 你想要啥 如果任何人定的目標說你開始就想要多少錢 我給你保證這一輩子會有錢 錢這個東西啊 你越想要它 它又不是你的 就像談戀愛一樣 你越對這個女孩追得死屁賴爹 人家非常喜歡你 你越是真心的 真意的 對她尊重 越死屁賴爹的 真可能就會愛你 這個世界的事物總是辯證的 你對錢的追求 錢就會遠離你 對權力的追求 可能權力也會遠離你 就是毀了你 大家應該記住 你要啥 我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應該要自己的價值 核心價值觀 世界觀 人生觀 搞不明白 世界觀 人生觀搞不明白 那就我剛才說的 首先要對這個社會有責任感 我當時最早目的就是讓我爹我娘 能吃上飯 不受人家欺負 後來就是為啥看到六四時候我就捐錢了 那時候捐錢啥 誰都不知道 就知道反觀島 反腐敗就是對的 我們天天看到人家倒火車皮 倒煤礦 對 東莞雅樂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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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了餐廳 東莞雅樂宣 所以 當時我們就是覺得 是對的 看到這些腐敗官員 就捐錢呢 都捐呢 那捐多少錢呢 但是我們不後悔 就是因為那個才改變了中國 否則如果沒有八九六四 沒有付出鮮血 生命 中國能有今天嗎 能有這幾十年的這樣的嗎 改革開放嗎 這不可能的 我們早就變成北朝鮮了 我們早就變成伊拉克了 所以年輕人一定要有理想 一定要有政治人權和世界觀 後來 我們就很清楚的就是 在社會上做事情 時時刻刻的想著社會 真的是想著社會家 就真的是為社會核心家 在努力的 那心裏面一直是沒有爽過 而且 我再次重申 推友說 昨天對我講這個愛國 還是愛黨的問題 所有認識我的人 官場都知道 我跟每個人一直以來都說了 我愛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是什麼 中國 他明天叫中華民國還是什麼國 他都是我的國家 都這塊土地 960萬平方公里 這個國家就是我的父親 我永遠愛他 不反他 我不反人民 我希望夏業良先生要聽明白 昨天你在教我看了 沒聽聞 文貴第一季說的事 這個民族就是我們人民 就是我們的臉 就是黃皮膚 我不反我們的母親 就是我們的民族 不是人民 我不反民族 第三不反不反習主席 我沒說不反習主席 我不反習主席 我從頭到尾 包括安全部當時 掛號的時候說 讓我入黨 讓我表示態度 我說 郭文貴永遠 我不會入黨 但是 我對黨 我從來不會說愛 我也不說反黨 我也沒說愛 永遠我跟這黨沒關係 我對共產主義 那絕對反 任何有常識的人 都知道什麼叫共產主義 自從列寧坐著那個火車 帶著他的性病 從德國一路 一路性病 回到森比德堡 這個人類就走向了災難 不僅是烏托亡 完全是人類上最大的毒瘤 這是為啥我喜歡何平先生的節目 何平先生就把人講得很透抽 就是毒瘤 就是騙子 我不會喜歡 這是郭文貴幾十年來都是如此的 所有北京的官員都知道 不是今天 我不是華盛舉重 也不是昨天 一直以來 所以說 昨天那位領導 他不知道咋回事而已 我愛我這個國家 我愛這個民族 一個爹一個娘 我永遠不會背叛的 我絕對不反習主席 因為他代表國家的領袖 我們這個國家有很多好處 有很多成就 絕不是說今天我這個 叫四反三不反的郭七條 現在已經圓名郭七條 四反三不反 我就是說 把過去幾十年 就是改革開放的好處 優點 成就給好處 我不配 我也不應該 我認為成就是巨大的 創造了人類各個奇跡 如果任何情況下 中國亂了 咱們萬劫不符 絕對不能亂 我也不相信 現在說 這個有多麼大的改變 就能怎麼著 可有大的改變 但前提不能亂 可以省了什麼多黨 憲政 都可以 但跟我沒關係 本再次重生 我這政治和官 和這個官員 簡直我煩死 你讓我當個課長 我來自殺 我不活 我不去幹那些事情 但是我就是 一手呼籲 一反之我 郭七條 四反三不反 這就是我的原則 我現在 我特別的想在國外 成立一個黨組織 叫推特黨 什麼推特啊 就是用推特 來反映國內的真相 昨天我為啥興奮呢 哎呀 我一看到這個技術 對我們下部的全球發布會 能達到的效果 我興奮啊 中國過去修長城啊 這個一外敵 今天中國的網絡長城 是對人民 悲哀呀 巨大的悲哀 一旦郭文貴要把這個 現在的對人民的這種 防犯人民的長城推翻 郭文貴死而無憾了 所以我請了推特黨 就推翻這種防人民的這種長城 讓人民知道真相 讓這些盜國賊們 貪官們 不要綁架國家 以國家安全為由 來屏蔽自己的所謂的 這個醜聞 哎呦我看看這 看著我還是挺帥的啊 推友們挺帥的 所以我那天跟那個威威們開玩笑 他們說你這沒有壓力 我說沒有壓力啊 我每天看了我很高興 我經常照著鏡子看我自己 經常要親我自己臉 但是我親我自己臉親不著 必須得愛自己尊重自己 為什麼 自己的身體是父母給的 你連自己都不愛父母的 這是起碼的啊 因為我爹我娘說 當年我要聞身 我爹我娘說 你聞什麼身 你啥也沒給你爹娘做過 身體是爹娘的 你有什麼資格啊 哎 我這說得好 從那以後 我好好保護我的身體 因為這是爹娘給的 不屬於我屬於爹娘的 我沒有資格碰 所以必須愛我自己 等你愛爹娘 我再說過來 那就推特黨 咱們的目的 就能把海外的那些金融們連在一起 做點實實在在有益的事兒 你比如說這個 一旦這個 衛星啊 這個 你說這錢 對我來講 才幾千萬美元 那太小意思了 太有 昨天我告訴他 你要幫我擺這個給搞定了 我馬上保證 五億美元 我捐給你 五億美元 一秒鐘給你 只要能讓我們海外的各種信息 就隨便扔到國內去 那這個 我說五億美元 別說一億美元 他一億美元 馬上給 我叫今天推友說 誰要能把這個 我馬上給你五億美元 我不給他們 給你 那咱這些人 就咱天天到電視講 講的半天你幹過啥呀 你說過啥呀 未來我的孩子子孫說 爸爸我老看你電視講 你說過啥呀 你起啥作用了 所以我說千招會不如一招絕嗎 這個我娘出來說 兒子啊 別聽他會講的 那會講的人的嘴巴呀 咱別信 這中了那個 自由亞洲王允 小鮮肉的這個 因為郭文貴講得太好 所以他不信我 這個 我娘也跟他們說 這講太好的 別信 看是能做的 能做的 咱們要給孩子個交代 這是能做的 咱能做啥 咱給這個世界留了啥 是咱任何一個人 我今天我看了電視 誰要想回到中國去 任何一個人 夏業良教授 什麼劉剛啊 魏京生先生 王君濤先生 郭寶勝先生 何平先生 你想回中國在六星之間 想當個官 絕不可能 我改難免給你這個 任何時候你就當當個官 別想 出名你已經出名了 撈錢 我也覺得不可能 大錢不可能 只能是未來在歷史上 你真正的推動時代進步 做了哪些扎扎實實的事兒 我認為像突破防火牆 還有幫助孩子們 這個真正的學習的孩子們 讓這些人上了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西南大學 東南大學 東南大學有黃耀同志 要小心小心啊 這個東南大學 各種學校 讓這些孩子們 在高考前在海外天天呼籲 讓他們實實在在地 不被那些 這個官二男 官三男的 把這個孩子的機會給搶走 那就偉大了 不一定哪天 咱們的孩子 就出來一個偉大的領袖啊 出來一個華盛頓似的人物啊 這多有意義啊 所以不得我一聽我興奮啊 這有意思啊 那麼另外一個 咱怎麼能把這個老百姓住房那麼貴 這些利益集團 假反腐 以貪反貪 以黑反腐 還是繼續騙老百姓啊 還有這個北大方政騙老百姓的錢 能不能把這個教育 讓中國教育別做生意了 江總書記和曾經紅主席做這個最偉大的事兒 我最佩服他倆的兩件事兒 第一件事兒 就是不讓公檢法軍人做生意 那時候文貴家裡都十幾台軍車呀 我現在想想都丟人 我要刪我自己臉的 我那到哪都開著軍車呀 那因為跟人家軍隊合作嘛 還有警衛局嘛 後來就是不讓公檢生意了 太偉大了 你今天想想 美國有個人開著軍車做生意 你不覺得是個悲劇嗎 這是他們兩個做最好的 第二個做的最重要的 就是行政改革當中 其中包括了七上八下 這個七上八下 就把那些 恨不得死到瓜位的 死到瓜位的人 就徹底給斷了希望 讓真正的年輕人 熬一輩子有一個機會 讓那些老同志 在懼怕死亡的時候 把恐懼帶給了百姓 把恐懼帶給我們這些窮草根兒們 帶來的災難 就是文化大革命 就是六四災難 不要再發生 這就是江總書記 曾經紅主席做了最偉大的事兒 我跟他倆真不認識 他倆 曾經紅主席曾經披护 1999年 我在美國躲的原因 就是曾經紅要抓我 因為菲律賓的總統阿斯特拉達 給朱鎔基總理一封信 朱鎔基當場批示 當場批示 要把各位抓了 當時我正在這個辦公室 在橫提的辦公室呢 結果我突然間 我去送人到機場部上 我突然接一個電話 電話 說郭文貴你馬上離開 說在菲律賓 朱鎔基總理跟阿斯特拉達正在閱兵 阿斯特拉達總統給了他封信 要告你 結果總理看到了一看寫文件 馬上把工作抓起來 這就是朱鎔基總理 這一輩子 我知道你是沒有法律感人 你是害人的 我特別同意昨天那個 和平先生說的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原因是 就是朱鎔基總理 他的貪婪和他的虛偽 是老百姓你們永遠不知道的 今天的金融界的腐敗 他是守賊守犯 未來我會講的 結果 我到現在不是哪個爺 給我打這電話呀 我現在我真的要呼籲 能聽到誰給我打這電話呀 我就馬上到機場離開了 兩個小時以後 就把我給編封了 我到美國待了一年 1999年 是因為埃斯塔達還有賴昌 和紀勝德的事兒 那麼 當時我要不離開 一切都完了 一切都是災難 我就要死了 所以說我告訴大家 剛才我講的 整個咱們現在 咱們要做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除了一個法治國之外 為了孩子辦事之外 杜絕金融腐敗之外 我們更重要的事情 現在是扎扎實實的 讓咱們的孩子們得到實惠 我們真的是 想什麼回去當官發財 是不可能的 我郭文貴再想回國 再想回國發展 那我郭文貴就是什麼傻叉的 那就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讓我去舉旗去造反 去搞政治 那也是不可能的 我的老婆 我的兒子 闺女 我爹我娘 我的員工我欠他們太多了 我要給他們更多的安全 我要讓他們過上更多正常的日 我不希望再追求財富 也不追求名利了 所以 我再次再次都呼籲 所有的海外精英們 不要再內鬥了 團結在一起 讓大家能不能 真的為中國這個依法治國 我也看到了這個夏業良先生 這個郭寶勝先生 和平先生 那時候這話 還有魏京生先生 還有其他先生 我不知道啊 這個說的關於什麼依法治國 我懂不懂的問題 我懂不懂不重要 我也不希望懂 我懂他幹嘛啊 我也不搞政治 我只要能呼籲出來 能得到大家重視 能老百姓得到實惠 能有一小步 就是咱們的一 國家的門名 一大步 讓這些草根和私營企業家們 和這些老百姓們 有一點點兒追緣 有一點點兒安全感 別讓我們當豬狗一樣 別讓我們現在在 像葉左輝的社會裡面 大家 你現在我們都在這兒 邁著身呢 結果突然你這個媽咪 穿上一紅袖巫 寫上紀委就可以抓我們 寫上公安就可以抓我們 寫過年法就可以抓我們 別這樣啊 就這就行了 任何操出這些想像 我認為都是幻想和妄想 別給美化成理想 那不可能 還有任何帶有 利益 政治 名義目的的 今天 在海外的所有的這些 政治運動和活動 都將駐降失敗 因為 那會給 所有的這些盜國賊們 給受人疫苗 給他足夠的理由 把你給滅了 那滅你太容易了 真的國家機器也想消滅 郭文貴 只要下定最新 絕不會穿回一小時 我就會消失在地球上 那我太清楚了 他們的本事呢 我這點你不用懷疑 國家機器的能力 你不用懷疑 咱和這些人的最大區別 他掌握著國家機器呢 宣傳機器呢 這也是正義的機器呀 這回叫盜國賊呀 他幹啥呀 不是參謀長吃西瓜 軍事需要 是參謀長強姦是軍事需要 參謀長殺人殺老百姓殺兵 都是軍事需要 這就是現狀了 不要咱現在 這個 唐壁黨車 唐壁黨軍 咱不要做唐壁黨軍 唐壁黨軍 咱們做的現實 詐詐詐詐詐詐詐的事兒 這比啥都好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文貴今天啊 這個中心的 這個語無論次的 這個 這個 把這些想法分享給大家 文貴就想展示給真實的文貴 這個文貴現在真值錢了 昨天有人給我廣告費 兩百萬美元一天 把我的本人買賺 一星期做二十天的節目 廣告費 兩百每天 文貴現在有身價了 有身價了 真這幫盜國賊 又把文貴錢都賺了 我也有錢了 但是不會的啊 今天要有他收費的時候 我也把錢捐給這些文貴 這些孩子們 真的為這些 楊改蘭這樣的母親們 為雷洋 一足堡 范雅 709 律師 這還有海外民運時 不能出國的家人 給他們成立個基金 我正在想 我給我律師已經說了 如果說 有一天他們願意還繼續出兩百美元 我真要做的話 我希望有第三方 有海外的這些 剛才我說這些名字的人 有魏 魏京生先生 有這個 何平先生 陳小平先生 郭寶順先生 夏業蓮先生 趙岩先生 劉剛先生 趙明先生 這些人出來 成了一個組織 那就是 為國內的 咱們的國家 依法治國 就郭七條 還有大家追求的 自由和民主 這個 依法治國 這個 建立個基金 那我是願意的 給我兩百萬美元 還不太多 還不夠 一天兩百萬 一年也多少錢啊 這個 那啥時候是出一千萬美元的時候 咱考慮考慮吧 啊 不管如何 文貴的真誠 和文貴的 經驗和經歷 還有 關鍵是 得到了正義的 推友們的支持 和推友們這種關注 已經形成了一股正能量 這股正能量 來自很快 它也很危險 一句假話 一個假事 就會把我們消失的無影無中 埋葬於九萬米之下 為什麼我敢這樣說 因為我就是知道 我說的是真的 像昨天 大家發來的黃耀裡 有關這些銀行賬單 收錢 批容機率這些事的證據 我給大家再次說一遍 我不能為你們說話 原因非常簡單 這些東西我沒核實 我沒經歷 我不能說 我一旦說了我消失的法律責任 那是滅頂自在 你還給文貴點機會 讓文貴可以辦的實實在在的事嗎 如果你能誰能提供了 真正有法律的證據 那我一定拿出來 這個網友我希望你們一定要明白 這個提供資料的 包括昨天有網友也有推薦說 叫我每天錄結婚的時候 對著鏡頭磕頭 對我母親父母不能養育之恩 這個 吃道歉 這個 我不能這麼做 我爹我娘看到我這麼容易下跪 這樣的樣子 我爹我娘活不了了 他秀他兒子是最鐵的兒子 最堅強的兒子 有尊嚴的兒子 那個隨隨便便就給弟娘那個跪 演那個秀 那怎麼那太沒自尊了 因為我娘的話說 那也太沒身份了 那我娘窮的叮噹想 那把衣裳洗得乾乾淨淨的 都要穿 他說這是面子 這是尊嚴 這是身份 什麼情況下都要有個身份 毛主席死的那一年 我娘在那哭啊 死勁哭 我即刻進去 戴著小白花哭 我說 娘你毛主席死的咋 早這樣哭啊 趴會兒子說 我想你老娘了 我娘可知道 想我老娘了 那你倆的時候 人家讓我哭咱不得哭嗎 他說當然了 你也有點被了毛主席 後來我娘跟我說 兒子 任何情況下 都不要聽官方的話 官方說真話 那就不叫官方了 他說咱老百姓跟官方不一樣 就是說真話 所以這位推友說 你讓我天天做這個秀 那我娘給氣死 那絕對氣死 那可不行 老人家昨天做手術 很成功眼睛 謝謝各位推友的關心 N個人發信息 要去照顧我娘去 問我娘在醫院的地址 N個人 說提問自己 就是有眼科的關係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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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這個老人家很好 我們家的條件也很好 有十幾個人照顧她 沒有問題 謝謝你們 然後呢明天還有一個眼睛做手術 再做完就行了 我母親用眼淚 把自己眼睛固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做今天所有的 我認為是正義的 有實際意義的 可行的 這些事情的重要的動力之一 我真誠地希望所有的村友們 能和文貴一樣 不是跟文貴拿子彈 希望你每個人都舉起你 受眾應有的權利的感情 希望大家能在文貴的麾下 維護你母親的尊嚴 你女兒的尊嚴 你老婆的尊嚴 你爹你哥哥兄弟的尊嚴 讓你哥哥兄弟們 不被抓進監獄去 讓你的母親 妻子女兒 不被人家侮辱 大家應該是不要在這塊兒 只當這個叫什麼吃瓜的 不要只是讓人外光看不起 這個只讓縱容別人做 自己不行動 應該每個人都成為郭文貴 因為每個人成為郭文貴 我們就一定會讓這個國家更美好 更安全 真正地達到實現 我們的中國的郭七條的夢 和民主自由的發志的夢 這是我強烈呼籲退友 不要只給文貴點贊 要給自己點贊 要讓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給自己點贊 讓文貴給你們點贊 強烈的呼籲下一連先生 回憶我的呼籲 趕快組織這兩個機構 去阻止今年的北大各個院校 成為官二奶 這個富二奶 官二代富二代的被搶劫的這種淫秽陣地 今天我不講那麼多王仁哥的事情 我還給他留點面子 留點時間 如果王仁哥先生 還以為你的大老闆 你以為我不敢說 你還以為你在美國的時候我不敢說 你還以為你的孩子的時候我不敢說 你試試看 我再說你 我還給你點時間 朱山路先生 我今天只講你百分之一吧 也夠意思的 你那個小女友那個 郭文貴不要這樣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繼續這樣 南京的百鴨我收到了 謝謝你 過去收到了不是現在 以後不再吃你百鴨了 因為擔心你下毒 今天的文貴 報平安直播視頻就到此為止 我希望明天是星期天 明天星期天 母親節 所有的人都應該給文貴的面子 擁抱母親三次 三次 親母親的臉 如果是母親不在的 應該為母親去送經祈禱 然後這個旁邊有妻子的 好好擁抱自己的太太 她是年輕的母親 中國的核心價值 核心信仰就是母親 就是家庭 不管辱食道 也不管你是哪國的教 三教九德教 母親是我們的信仰 是我們的天 父親是我們的弟 所以呢 希望明天大家好好陪伴家人 我文貴明天就不打擾你們了 我就不報 不播平安視頻了 我們下週一 早上 紐約時間八點天 北京時間晚上八點天 文貴說的不到之處 請大家多多包涵 有涉及的人 朱山路先生 王恩戈先生 黃燕女士 潘石屹先生 這個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 呃 遠溫海 遠溫海老鄉 遠溫海先生 這個 可以 說得不對 請多多包涵 歡迎你們起訴 和我一起面對盡頭 謝謝大家 謝謝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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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